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他 得着亮观 哥林多后书第28天 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下至33节 保罗的苦难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预兆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铜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甲弟兄的危险 手劳碎 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 耶稣的父 神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革的 亚里达王手下的 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筐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在今天的经文中 看到使徒保罗述说 他在传福音过程中 所经历到的各种迫害与苦难 这些经历 几乎都是要被置于死地的灾难 例如犹太人的鞭打 依照拉比的传统 鞭打时 必须将受罚的人身上衣服脱光 双手绑在枕木上 然后用牛皮或驴皮制成的鞭子打 前胸打13下 后背打26下 犹太人的鞭子 大约有手掌那样的宽 从背后的肩膀打下去时 鞭的尾端会长达前腹的肚脐 当背后打完26下 再反过来打前胸时 早已伤痕累累的前胸 怎能再忍受得了这样的重复鞭打 而罗马人的鞭打更严重 他们是在鞭子上包着牛骨 打在人的身上 不是皮开肉绽 就是腰骨折断 使徒保罗在这里说 他被罗马人棍打 但路加却说是鞭打 此外他还被石头打了一次 这是犹太人死刑的一种 要打到死才停止 这事被记载在 《使徒行传》第14章19节 是在路斯德和特匹地区发生的事件 后来使徒保罗在他的门徒帮助下 才得以苏醒过来 然后继续冒着生命危险传扬福音 虽然他每次遇到的灾难 都足以让他死亡 但保罗并没有因此救灰心气馁 他还是为教会的事挂心 越是受挫 他迫切传福音的心就越坚强 因为他知道神就在他身边 与他同心 会使更多的人 能因他认识福音的真谛 享受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 所以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甚至不辞辛劳 上诉到罗马皇帝的法庭去 为的就是希望能向罗马皇帝传福音 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传道者 不会夸耀自己为福音做了多少事工 也不会吹嘘自己多么的勇敢传福音 受到多少迫害 真正现身传福音的人 只会在受到迫害困境时 更加谦卑地祈求神带领他 使他有更多的勇气面对苦难 不会失落信心 因他知道 如果没有神的扶持 他不会得到力量胜过苦难 也无法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坚持下去 感谢主在今日 我们身边没有属于政治宗教性的迫害 虽有经济压力 健康问题等等 带来的苦难与软弱 但我们要像使徒保罗一样 来夸自己的软弱 实时地想到神 唯有神才是生命的主 导读神的话 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 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阿们 主啊 是的 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 我们也当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主啊 你在肉身上受苦 成为我们的榜样 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 就是甘心乐意的心智 成为我们的兵器 阿们 主啊 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 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我们若因着基督受苦 是有益处的 求主帮助我们 有受苦的心智 阿们 主啊帮助我们 有受苦的心智 因为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也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我们也当将这样 受苦的心智 作为兵器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也当这样受苦的心智 作为兵器 主啊 我们肉身受过苦 就能与罪断绝了 主啊 帮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承受得住 使我们能与罪断绝 阿们 我们要与罪断绝 求主帮助我 不要被罪所挟制 我不要被罪恶捆绑 我要与罪断绝 阿们 我要与罪断绝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因为我若因基督的缘故受苦 对我就有益处了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若因基督的缘故受苦 我就有益处 主啊 你要我们存这样的心 以后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上度下余相的光阴 主啊 是的 让我在世的日子 不从人的情欲 只遵从神你的心意 阿们 愿我在世的日子 不从人的情欲 只遵从神你的心意 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 使我脱离罪的挟制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